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接著我們再繼續來談 講到準備底下善用技巧 善用技巧我們談到這個 ABCD的B E叫F 設計生活問題 為了要讓我們講到內容很豐富 也引人入勝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設計一些生活上的問題 也就是說有時候我們會自問自答 這是跟一般的信徒生活有息息相關的 引發一個問題可以讓大家集中思考 稍微思考一下我們就再往下來講解 大概就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這是比較活潑生動的應用的方式 另外就是說除了見證以外 可以自己來談信仰的體驗 或者是一種生活的感想 這些可以加入到我們講到的內容 那當然我們會經過取捨 是不是跟這個主題跟我們的目標有沒有一致 我們生活中有很多體驗 很多生活的感想 看新聞我們就會有感想 那這些是不是可以拍得上用場 這也是可以讓我們的內容比較活潑的 那我們再看底下 有一個平日不斷自我充實 這個大概就會跟我們比較息息相關 怎麼在講到以前的準備其實是在生活中 我們可以說生活中時時都在準備 不是只有我們上個講台 或者是說我們開始寫講章 才是開始準備 是平常我們就要養成一些習慣 有一些在生活中的一些作為 很簡單的作為 其實都是一直在為我們的講道做準備 比如說我們查閱或收集各種有用的資料 那我們有寫過講章的人大概就會想說 我們有哪些資料是可用的 那現在手機裡面網際網路真的是 浩瀚大海 這個知識今天是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 所以其實我們要收集相關的資料是相當的多 但是其實我們也不必說每一個資料都去收集 我們可以設定主題 收集以後我們要研判 不一定我們看見的資料都是可用的 或者是都是真實的 那今天在今天這個網際網路裡頭 我們有更多的陷阱 我們其實真的要小心 像我們這個年紀的 那年紀多大呢 63歲了 怕你們猜我83歲 我還是講一下63歲 那像我們這種年紀的上網啊 常常家族裡面不是有那個群組嗎 Line嗎 Home Line就傳啊 我兩個孩子常常跟我打臉 老爸 你這個資料錯了 你趕快下架 這個 這個資料是假資料 真的啊 他還跟我傳一個 不要再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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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有一個APP 你把人家傳給你的資料 你把它回傳到這個 就把它放下去 他會跟你講說 這個資料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我常常就是傳一些假資料 結果我的孩子常常就跟我打臉 老爸 趕快下架 說我這個世界怎麼變成這樣啊 假裝成變成都是可信的資料 那事實上有一些是假新聞 假資料 比如說是十年前的東西 他跟你講說 昨天發生在什麼地方的暴動 燒車 其實那是十年前在某一個地方 已經有了新聞報導 把那個圖片拿來貼 所以我們在用這些資料 真的是要小心 那最好是我們親身可以查證 我們自己經歷過的資料是最好 可信的來源 如果像現在LINE 像LINE來LINE去 現在都是長輩圖 有沒有 一天早上起來 都可以收到幾百封的長輩圖 因為朋友很多 朋友一千三百多個 LINE裡面 其實不是說要廣交朋友 是因為世界各地很多工作都要聯繫 現在很方便是LINE 那他就順便給你傳一個什麼 問候圖 問候啊 早上啊 安息日還有啊 安息日快樂 那這些都還好 那其他的還有一些 怎麼吃才不會胖起來 怎麼吃才不會三高 那吃了以後呢 你怎麼樣運動 one more two more 你怎麼運動 168 還有到186的 還有到204的 什麼要生酮飲食 這個DGI的這個飲食 哇 他存了一大堆 那這些有些資料都是要過濾 以前不是說那個檸檬片要泡冷水嗎 不可以泡熱水 現在說不是要泡熱水才好 泡熱水不是把胃胃氣都消掉了嗎 他說沒有 我用泡熱水裡頭好的東西才會保出來 那以前說一天一個蛋不能超過 現在說吃五六個蛋都可以 這個世界的資料到底是誰是誰非啊 我們也不是醫學專家 那類似這種的 有時候我們聽聽就好 你要把他信以為 再把他拜到台上來講的時候 很多時候 可能我們就建立在一個比較不靠譜 有時候不是只有靠譜 不靠譜 有時候是離譜 離譜還好 有時候是根本沒譜 那就更厲害了 是不是啊 那個消息就差很多了 所以收集資料 恐慌無邊 但誰是誰非 可能我們都需要謹慎使用 那當然聖經裡面的東西是最可靠啦 那還有就是說來源是什麼 常參加各種聖經講習會 查經聚會 我們說在各種的聚會當中 我們試著把它做筆記 當我們在做筆記的時候 第一個比較不會打瞌睡 比較不會打瞌睡 而且我們聚精會神 會從這個題目開始 我們就有一個思路 他看我們的邏輯 跟這個講道者是不是一致的 是不是相應附和的 然後他寫第一點 那我們就講第一點 是什麼 那引用經文把它寫下來 當我們在聽又一面寫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經歷他寫講章的過程 所以他的優點缺點 我們都可以把它一目了然 那很多聖經講習是因為 這個講道者大概他長時間 或是用心查考以後的一些精華 那我們可以去吸收 就這個當中可以為自己來編寫一些講章 那就是說不是只有聽熱鬧 還看門道 學他的方法 不是只有聽他說些什麼 而且還學了他為什麼可以把 這一邊講得這麼清楚 那他引經據典 他引用這個經文 來龍去脈 是怎麼樣引發到這裡的 那個解說的過程都是可以讓我們學習 所以如果說我們是用心的 其實我們可以 集百家之道程 每個人在講道的特性 我們把它集合起來 把它成為我們很好的參考 那第三個多閱讀本會的書刊 我們的本會出版的一些屬靈出刊 現在很多都是在網路 各位我們這個台灣總會 那個 zoytag.tvz.org 這個就是喜信家庭網站 你把它打進去 哇所有的 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正耶穌教會出版過的 中文的屬靈書籍文章都在那裡 影音的也有 真光之聲的講道 過去的福音傳單 過去的見證傳單 曾經在發表過的 在我們的聖禮月刊每一期都有 浩瀚無編啊 多多的來參考 那現在我們還有一個網站 在我們很多的書刊 聖禮月刊 還有聯種出的一些刊物 還有我們的網站上 都可以找到 REMA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聖經工具 這個聖經工具網站 那這個網站是怎麼樣呢 它就是 你可以查考原文 你可以查考原文 那還有我們以前 它有一個圖書館 那圖書 你把它按下去的時候 所有曾經出版過的文章 都在那裡頭 比如說我們現在講 以利亞的信心 或是那個 以色列小女子的表現 那曾經寫過 這樣的題目的文章 都會在那個圖書裡頭 聖禮月刊出版過的 相關的文章 那都會跑出來 所以我們要準備 這樣的一個講題的時候 很好的參考 那這些都是免費的 那也可以從原文去解析 探討 那對我們幫助應該是很大 這個就是底下的參考書籍 聖經工具 或是聖經百科全書 或是有關於歷史 地理背景的參考 這些都是中性的東西 沒有什麼教育的色彩 我們都可以參考 那再第五個 透過新聞 來了解時代的擺態 那我們可以訓練 當我們看新聞的時候 我們就去思考 如果用聖經來看這一件事情 我們應該會得到什麼樣的領悟 那我們很多信徒也接收這個信息 所以有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變成是一個獎章 從這邊成為一個引發 然後我們用聖經的觀點來看這件事情 聖經裡頭是不是有 曾經有類似這樣的事情發生過 那我們聖經的觀點來對他的評判是什麼 對他的理解是什麼 然後我們引導我們的信徒 那雖然是一個社會新聞 可是我們是從聖經的角度來看的 用神的話語來引導我們應該有什麼 看法 同性戀的團體在遊行的時候 這麼多人 上百萬的在舊金山 那你就會想說 今天這個世界怎麼變成這樣 那我們從聖經來看 那就會有不斷的充實 所以隨時隨地都在準備 隨時隨地在思考就是在準備 不一定會特定的一個某一篇獎章準備 但很多東西在我們腦子都思想過 我們都看過 那當我們坐下來要寫獎章的時候 說不定這個意念就跑出來 這個話題就跑出來 所以他是隨時隨地在進行這個準備的 準備他有有形的跟無形的 那這個就等於是一種化之於無形的 這樣的一個準備 那就是說思考 那第二個 多觀摩資深委會者的講道 大概以前的神學生 進到神學院都會 在神學院裡頭 去抓一個長輩 我的講道風格可能跟這個長輩比較像 跟這個長輩比較像 那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很多時候的講道是從模仿開始 參觀觀摩然後去學習或者是模仿 那都沒有關係的 因為聖經的真理 這個聖經是公開的 它沒有什麼特別版權 除非你去著作書本 那可能有自己的觀點 那就有它的版權 出版那要講版權 可是在聖經教會裡面 我們不強調這個 你說這個真理是屬於耶穌的嘛 好啦 那我們可以多觀摩 這些資深的領會者 他們一定有可取之處 我們要從他身上來學習什麼 可以發現什麼樣的長處 可以來學習 那第七個 冷靜分析自己講道的優缺點 然後不斷改進 我們現在錄音的設備都很方便 一個手機放在這個講台上 會把你所講的就把它錄註起來 錄註起來以後你回家自己再聽 或是有錄影的話 那也可以把肢體語言 站的知識等等 都一併來做一個檢討 那通常你在聽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哎呀 很多需要改進 那對自己來講 這個進步會很快 你自己都沒有辦法接受 自己這種表達的時候 那你就想說 哎呀 真的不好意思 我怎麼這樣講啊 下一次你就會改變 另外再來就是說 家裡的人的反應 一個聯繪者 像小弟如果回到自己的家鄉 去領回 我都特別會戒慎恐懼啊 那尤其有時候到一些外地去 有什麼婚姻的專題要講到 他們說你怎麼要帶傳道娘來啊 我說這個不方便嗎 講婚的道理 她在場的話呢 我就沒有那個氣魄了 就講得不自然啊 為什麼 因為太太在最了解你嘛 是不是啊 所以我的傳道娘 有時候她也會跟我開玩笑 你講那個婚姻的道理 好像講得還可以聽啊 那要不要把那個蚊帳啊 棉被都會放在這個台上啊 你就不要下來 你知道台上是最完美的 因為這樣嘛 所以很多時候都講道完 那再回家的路上 她就開始批判了 哎呀 你不要這樣講嘛 這個太太都不留情面了 那怎麼講啊 當傳道娘怎麼這樣講 那我們要聽啊 因為第一個就是信徒觀點 第二個就是姐妹觀點 信徒又是姐妹的感受 嗯 獲益良多啊 所以啊 這個太太是 這個世界上第一批評你的 太太就是世界上 第一個批評你的 她是一個 她是最後一個稱讚你的 至少我的傳道娘是這樣 但是批評的比較多啦 有批評才會進步啦 那整邊人最親密的 別人還不一定會跟你談這些 但是太太會跟你談這些 她的話一定要聽 聽太太的話 是沒錯 太太講的一定是為我們好 所以啊 如果你希望成為一個成功的男人 你就把太太變成 在背後推動你成功的那個偉大的女性 那一定會進步 那因為家裡的人啊 他講的就是最確定的啊 所以除了自己 聽自己的講道 看自己的講道 也可以 潛意 像太太情意 那大概她講的話 應該是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啦 這個是會讓我們 瞬間就進步很多的 那第八個 與人建立良好關係 那為什麼這個 這點算是重要呢 因為我們跟人際的互動好的時候呢 我們會發現有很多 我們可以拿來當講道的題材 我們跟人的互動良好的時候 我們生活的領域會擴展 我們聽她說 我們很多生活領域都擴展了 她所有我們所沒有的那個經歷呢 也可以變成是我們的 那平常如果我們在台下 跟大家的互動關係是很好的 在台上勉勵講道的時候呢 那個互動也會不錯 而不是陌生的 所以是已經建立了一種感情的一個基礎 也會有一種信任的基礎 那麼在講道的時候就更容易啊 讓對方來接受 所以這是一個良好的關係 那第九個 立定心智追求生活信仰化 那就是說 養成一種隨時思想生活的遭遇 在聖經中有何教導 我們隨意碰到的某一件事情 你都可以很多的思考 學習將真理的原則就實踐在生活中 自己平常在台下 就會立志要追求一種生活要信仰化 那開車 開車也可以看出人性啊 這很準啊 你坐一個人的車子 你就可以馬上知道這個人的個性是怎麼樣 是急性子啦 還是慢男中呢 搶車道啦 不守規矩啦 有時候會這樣 看到很多人在開車 那馬上就可以很多的學習了 在路上看到車或槍狀 你也可以引發一些思考啊 你在路上所見手聞 馬上映入你的腦海裡頭 你就可以畫成一個思考 那所以準備講到的東西 不是我坐下來開始 要寫講章才算是開始的 生活中有很多東西在腦海裡頭 我們說的嘛 你準備東西的時候 這個東西會跑出來 好了 那第四個 那這個就是一種思考模式的養成 所以喔 這個領會者 我們也跟神學生建立說 你要養成自己的眼睛 你自己的眼睛是一個 非常稱職的社會觀察家 講道人語就是這樣啊 因為關懷這個社會嘛 我們的信徒就在社會生活嘛 所以我們一直關懷社會 其實就是在了解我們信徒的 他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有必要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導正 那這個問題我們都思考過了 我們都從聖經的角度去看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變成是講道的內容 所以它是一種思考模式 一種思考習慣的養成 那第十個 了解教會事工的動向 和信徒信仰及靈性的狀況 這很重要 我們要詳細的來料理羊群牛群 有些時候是要激動的來按時分羊 那所以我們教會在推動什麼聖功 那這個聖功進展的進度如何 那現在有沒有碰到什麼困難問題 那現在我們的信徒生活的時候 他的靈性的表現如何 他現在靈性的狀態是如何 當然會跟這個時代背景 一直往前走 所以我們不可以脫離這個時代 不要跟社會脫緊 那因為這樣所以應該要常常訪問 常常訪問我們講道的題材才會活化 那個層面才會光 那也真的能夠知道我們信徒的需要 那第十個 來十一個 注重禱告的生活 禱告中與神親密交通 會有很多靈感產生 禱告中受到的這種靈思跟聖靈的感動 然後我們也為講道這個事奉來禱告 為自己要準備講章 為自己在台上的講道來禱告 我們也為聽道者來禱告 所以他們能夠透過這個講章的講解 生命得著改變 所以即使我們在準備一篇講章的時候 可能我們也花相對的時間去禱告 那十二 養成獨經的生活 因為我們要在短時間內熟悉聖經 可是我們短期間熟悉聖經 我們又不能夠太過表層表面的理解 所以有雙軸兩軸並進 那怎麼說兩軸並進呢 我們一則可以用通讀的方式來快速讀過聖經 那如果我們一天讀三章 我們一年就可以把聖經讀一次 那相反的如果你一天讀六章 你半年就把聖經讀一次 一年就可以把聖經讀兩次 那其實這是很需要的 我們在很短的時間 對聖經通讀有一個概括的掌握 那我們可能對於某一些章節 也留下一個簡單的印象 當我們在準備講道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起來了 有哪些章節 那當然我們讀了更多次 越熟練 我們抓的會更完整 那為了要更深入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熟讀 或是所謂的精讀 經讀 那經讀我們可以每一天 利用半小時的時間 可能查考一章 我們通讀是三章或是六章 就是在瀏覽 好像在讀小說這樣瀏覽過去 瀏覽過去 因為這樣速度就很快 那很快的很短的時間 就可以把聖經整體掌握 雖然是有個籠統概念 但是比沒有聊聖以五更好 那要精讀的話 就是每天就有一個進度 你要用設定主題的查經 還是說就按章卷前後 那就是比較深入的查考 有些還對照不同譯本 某一個詞 我們透過這個聖經工具的查考 來了解這個詞的意思是什麼 那這樣我們就更能夠深入聖經了 如果說我們真的能夠把聖經這樣精讀一次 好好地有計畫竹捲的查考 又是這樣通讀 你就是今年累月一年讀一次 一年讀一次 十年讀十次 如果你一天讀六章 十年就讀二十次 那是不是聖經更熟了 那這個工作平常就是要有這樣的進展 那十三 重視靈修的生活 讓神透過祂的話 照著我們的需要 來洁淨我們的內心 聖化我們的生命 所以要默想 把神的話也放在心裡默想 來思考 對我什麼造就 每一天一節也可以 這一節呢 到底要告訴我什麼 一起思考思考 可能這一節的感動 就可以寫成一篇獎章 也說不定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隨時隨地都是在為獎章 來做準備 那十四 重視講道跟自己生命的關係 就是說我們今天來講到 這是我們首先要想的 我今天來講到那跟我的生命 跟我自己的生命有什麼關係啊 那我們底下就有幾個說 先領受再分享 沒有領受就無法分享 再來自己先感動 然後才能夠去感動別人 讓自己生命先體會真理的真實性 體會到真理的可貴性 也體會到真理的感召力 那我們說的是我們被感動的 我們說的是我們自己所堅定相信的 我們講的是自己已經領受的 那這個幫助就會更大了 這個呢就是隨時隨地都在進行 所以其實一篇講章的展現 很多時候就是這個講道者 他靈修的過程的一種展現 我們也可以這麼理解 十五 養成有系統有組織有邏輯的思考習慣 因為我們在講道的時候很需要有邏輯的連結 就是說因為然後會有所以 你這個因為講理由 理由充足不充足 你理由充足你導出來的所以 你導出來的這個結論呢 邏輯性才不會有問題 我們不是在講邏輯 我們不是在講哲學 我們是在講聖經的真理 當我們把聖經的真理查考出來 我們領受了 我們感動了 我們會進一步的去思考說 那我要把這個感動怎麼樣表達出來 怎麼樣來做一個有邏輯性的講解 讓信徒也能夠明白 也感受到我們的感動 這個過程是要講究一些方法 所以我們才說有講章的編寫 有大綱排列的一些原則 那這是我們待會會跟大家一起來學習的 那這個就是配合我們平常養成 有系統 有組織 科學化的思考方式 然後就連結的 有一個邏輯關係的連結 我們還是要強調 我們不是在講哲學 我們不是在講邏輯 那不過有一點提醒 就是說一般的哲學有哲學的邏輯 聖經有聖經的邏輯 聖經的邏輯就是神的智慧 那我們不見得就是說 外面的邏輯就跟聖經的邏輯一定是抵觸 也不是說外面的邏輯一定是符合聖經 那剛剛我們提到 我們的主體是聖經真理 我們查考以後已經明白這個真理了 那現在我們要表達 就是有它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通常就是符合邏輯的思考 符合邏輯的關係 那大家比較容易理解 也認同 也接受 這就是透過講道 那這怎麼辦呢 還是跟我們前面有提到的 看到什麼就想什麼 聽到什麼就想什麼 想想想 所以他是在腦子裡面一直在賺的 你腦子一直在賺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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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很多東西 賺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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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坐下來寫獎章 那些東西也跑出來了 信守年來 腐蚀皆是 然後就左右逢源 那就是很豐富了 那这个通常至少要五年的功夫 十年的磨练 二十年的熟练 大概就比较好了 我们再往下看 第十六 这阅读书籍 你读一般的书籍也好 圣经当然是我们主要要读的 要率先来熟悉的 那外头的我们有兴趣的一些书本 一些知识的领域 我们可以拓展 因为这些拓展的时候 同时就是在训练我们的思考 扩大眼界 深邃我们的思想 丰富我们讲到的内容 不管读什么 它都开拓我们的眼界 那对我们的思考的能力 是有帮助的 这一点是讲这些 所以不是只有坐下来写奖章 才开始准备 那我们有一个期待 什么是成功的讲到 有五个指标 六个指标 第一个 条理清晰 那最好能够用 这个条例是 第一点我要讲什么 第二点是什么 第三点是什么 那写笔记的人 他也可以写得很清楚 那当我们说 这个第一我要讲什么 那大家就聚精会神 在这个范围里头来思考 就在这个范围要思考 那我们讲的也是在这个范围的 所以讲跟接收的都一致 那大家就比较清楚明白 还有就是说我们写讲章 待会我们也会提到 你这个讲章 是不是写得跟这个题目 有没有聚焦 是不是对焦都对得起的 我们讲一个主题 然后底下的一些焦点 都是对准这个主题 不断的在强调这个主题 不断的强调 这底下的纲要 都是跟这个是连结的 对齐的 那大家就不会散掉 不会如罪无礼物 不会把一群信徒 带进了这个森林 然后你自己出来了 他们还留在那里 就不至于这样 那就是要调理清晰 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质量 当然我们的基本前提 就是说我们讲的是正确的 是合乎圣经的 是对的道理 那再来就是说调理要分析清晰 那第二个组织严密 组织严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你这个题目底下 如果是一个放射性的一个题目 那你现在这个大纲 有没有完整的 你在这个主题底下 你做放射性的思考 是不是涵盖面够了 有没有缺少 有没有漏掉的 那如果我们思想是很严密的 我们都把它整合在这里头了 那有时候我们收集的这个范围 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跟这个主题不太对焦 似乎是比较小一点 那小一点你可以把题目修一下 把它修的 再用几个字去把它限制这个范围 那也可以 那总之就是说题目跟大纲之间 它对焦是对得很齐的 那个逻辑关系是很清楚的 那这样的话这个讲道就 大家就听得比较清楚 那第三个这个讲道能够散发一种关怀的热力 一个讲道者 如果是很平庸的这样 这个照本宣科 然后就这样 好像在另一篇文章 那也没有异扬顿挫 那也没有让人感觉 让人家感觉到说有一种关怀的热力 那这样的话就会比较松散 那个精神就无法集中 就会比较散一点 那就当然是跟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或是说我们在这个铺陈的过程当中 我们对于群众的注意力的掌握 那这当然都是假以时日必须要磨练的 第四个富有感召力 所以要有感性的呼吁 这样的话是很好 那第五个引人实践真理 一个成功的讲道就是说 让大家听了以后感动 他也愿意去实践出来 所以也应该在讲道当中 来引导信徒 要有一些实物的作为 如果是知性的目标 那加上这个情感性的目标 两个整合起来 有理性的认知 也有情感的呼吁感召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讲道 第六个讲道事奉融入生命 那这个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 就是讲道者讲道的人 他的这个事奉是融入他整个生命的生活 那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 我们的讲道是真的让信 融入到信徒的生命里头 融入到信徒的生活当中 是跟他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除非是一些认知性的教导 比较着重知识的讲解 但还是可以带入 因为这些道理 我们要得到什么教训 所以还是可以有感性的呼吁的 那这六个就给我们做参考 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 我们听自己的讲道以后 来看一看是否有对齐了 这六个原则当中的哪些 那你同时都要具备这六个 不是很容易 但至少我们都知道说 有这一些原则 有这些指标 可以让我们来努力来学习的 那以上这个就是谈到 我们怎么样来准备讲道 那现在我们还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就是圣经的查考 那我们有提到说 我们对圣经有查考 不管是通读还是经读 我们查考以后 我们才有题材 因为我们主要的内容 是要从圣经来取材 那我们应该要自己有查经的生活 自己要有读经的这种笔记的培养 那我们就用简单的方式 大概是二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大概简单的讲解 那我们回去以后可以 这些方法我们可以把它应用 那这个查经的目的就是 培养思考经文的能力 常常有一个方法来查考 我们对圣经经文的掌握 就会更熟练 训练挖掘真理的技巧 有好的查经 它会有好的讲经 讲道 好的讲道一定是从好的查经来的 你没有好好的查经 对道理不熟练 找不出圣经的真理 不知道怎么去表 那熟练人意的道理 很熟练 进身圣经的奥秘 进到圣经的奥秘里 那这个当然是要 对圣经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才能够不断的进身 那这个可以成为 比较后端的目标来追求 那么就是要实现真理的教导了 那我们底下来看 那我们自己读经查经 那可以分成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观察 观察就是旧经文的记载 做多角度详尽的查考 那很多时候我们一段经文 比如说我们要讲 这个路加福音的十九章 我们举这个例子来讲 路加福音十九章 那路加福音十九章 我们要怎么讲呢 我们要怎么去观察呢 从这一章里面 我们就去观察 主耶稣是在什么地点 在什么这个地方遇到了谁 这个撒该的名字 他这个人的形象什么 那就是要提到底下的 就经文的记者做多角度详尽的查考 那要查考什么呢 人事实地物 讲什么话 有没有提到气候 有没有提到一件事情的前因 有没有提到后果 有没有提到过程 然后这些当中的互相关联 跟彼此影响 所以观察是要占很大部分 平常我们读一章 那我们就可以观察 观察就要掌握这些资料 那底下就再把它细部分 分出来说 那当我们要在读经 我们要查经的时候 如果是一个人 这一个事件里面有几个人 那我们分别要把这些人的名字 都把它列出来 那这个人的名字 那这个名字有没有什么意思 比如说路加文言十九章 这里面一个人叫做撒该 撒该他原来的意思 他母语的意思就是公正圣洁的 公正圣洁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查他的名字 要为什么要知道他名字的意义呢 有些时候有参考价值 可是有些时候你说有参考价值 是因为我们懂得去联想他 那比如说 我们在讲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讲 这个人叫做撒该 你知道吗 这个撒该的意思很好 公正又圣洁 可是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撒该 他应该叫该杀 那是不是大家有一点趣味 为什么撒该变成该杀 他的名字是公正圣洁的 但是他所做的都违反公正跟圣洁 那这样是不是有一种趣味 他这个趣味是因为我们在读经查经的时候 我们在他的名字上面去做文章 好啦 他刚好的文章可以做 因为他的名 他所行跟他的名字是不一样的 那这样讲的时候 是不是引发我们大家的留意 那就很想去进一步说为什么 你不叫他撒该要叫他该杀 当然这是一种中文的默契 中文的一个幽默 刚好是谐音嘛 好 那是不是名字 然后这个人的性别 这个人的年龄 那不一定每一个资料他都有记载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去了解这个撒该 尽量的把他了解了 了解了以后你要谈论 变是非读古书来为古人 不是为古人掉泪 是读古书来评判古人 我们评判古人不是要来审判他 是说今天在伦理道德上 我们该可以怎么样去应用 优点是给我们做榜样 缺点是做我们的见解 那是不是 这个人的所有他的底细 很多的表现 他所做的事情 他所说的话 然后一概都在这个观察当中把它列出来 那因此你有事没事的时候 星期假日下午 那下午的时间就空档 因为星期日早上都已经睡了美容觉了 那下午呢 下午也是闲来无事 太太 幸好太太也没有叫我们拖地板 也没有吸地板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圣经一本 一杯咖啡 然后一张白纸 就开始 人 那这个人 名字有没有 我去找资料 名字把它写出来 性别 年龄 绅士 家庭 职业 地位 经历 特征 身材 教育 国度 人品 性格 特殊表现 特殊言语 跟神 和人的关系是怎么样 对国家社会的影响是怎么样 那好了 那我们如果回去 给各位一个习题 我们就说 《路加福音》十九章一节到十节 我们就按照这边所提供的人事 事物 话语 时间 地点 前因 后果 把这些项目带进到 《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 你把完整的资料通通把它列出来 那这可能要给你 让你花了三十分钟四十分钟 但是各位 值得 因为当你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 你现在是一笔一字的把它写出来 对不对 日后 当我们 这个方法是熟练的时候 它是在脑子里面的 初级可能你还必须要拿这个来对照 人要看什么 性别 年龄 那没人没有写 没有办法猜测 他是一个财主 因为当到税吏长 那肯定不会是二三十岁 可能是中年的年龄了 因为他还可以爬到树上 这不会太老 像我们这个太老了 不是树太老 是人太老 那爬不上去了 那没关系 你就可以去推测 那推测 就不要把它讲得太肯定了 因为有些人 拜托话 他还是可以爬墙 像我这个拜托话 我还可以爬墙 虽然不是年龄很大 那身世家庭 你都把它写出来 到后来 这些项目是在脑子里面 所以你斩圣经耳读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会跑出来 就一直一直去对照 对照 然后对照这些东西在脑子里面交织 一直想想想 在开车不要想 这个喝咖啡的时候可以想 泡咖啡的时候想 打咖啡的时候可以想想想想想想 很多东西在转转转转转 转出一篇奖章来 很多时候是这样 奖章是这样产生的 那在想的时候 在内心里头一直较量 就有很多感动 如果你把他放在脑子里 跪下去祷告 圣灵感动 让你想到有什么教训 正比吉书 写写写写 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 开始大概你都必须要 一个一个对照出来 可是当我们熟练了 这里面有哪些人 人事实地物 一目了然 而且我们很快就掌握他的资料 我们掌握他的资料还在判断 各位观察不是只有把这些资料收集最好 因为有些资料呢 不太有什么应用的价值 我们必须要去找那些有意义的东西 那所谓有意义的东西 会跟你的经验有关 比较老类的讲道者 他会几乎把每一个资料 他都当成是可贵 可以应用的 那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在写 你找不出这些资料到底有什么意思 他名字就名字 那有什么意思呢 但是你老练一点的时候 你会在他的名字上做文章 你还会在这个地点上做文章 如果我们用心去查考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看主耶稣过了进了耶利哥城 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名叫撒肝 那其实这个耶利哥城 它有一个新城一个旧城 那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去看 你看到这个十九章 二十八节以后 就是主耶稣骑驢子进入耶路撒冷 所以这一次是主耶稣 他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 那他进入耶路撒冷 他不一定要经过耶利哥 可是他这一次却是经过耶利哥 因为这里有一个撒肝 所以主耶稣这一趟是为他而来 如果这一次去了以后 进入耶路撒冷 主耶稣要被定十字架了 你把这个时间都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 是不是发现说 撒肝他这一次得救恩 真的是把握机会 这是难得 这是显出主耶稣的爱 主耶稣必须经过这里 因为这里有一个撒肝 是他所要关心 他要拯救的对象 所以才说 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这些资料都读了以后 都整合以后 我们去研判 一个一个带进去 有没有意义 通常我们讲了 比较有经验的 每一个资料都会变成有意义 而且跟其他的资料 互相有关联 交集所就有一个想象的空间出来 很多的道理就在这个当中产生 那所以我们才说 为什么要查经 有很深厚的查经基础 我们的领受的东西才会丰富 而且是很有说服力 是有资料的根据的 我们一踢出来 它产生逻辑关系 那说出来 大家都可以明了 也可以接受认同 那接受认同 那个力道就出来了 它的可信度就出来了 它的力道就出来了 是不是那个感召力 也会跟着提升的 那如果我们可以一般性的 这个撒盖啊 他这是很有钱的 他就是在看耶稣 怎么怎么怎么讲 也可以这样讲 也没有什么错啊 可是它的造就性是一般的 然后并没有深入 没有很活泼的 那如果我们把刚刚的都谈了 甚至呢 这个撒盖 它这个作为 对国家有什么影响 对它同胞有什么影响 那主义书来的时候 为什么撒盖 它能够被主义书拣选 那撒盖他从头到后面 他来看耶稣 我们有一边讲到 就讲来看耶稣 就讲这个 不道夫的所有人说 来看耶稣 那就讲撒盖来看耶稣 我们这个世界 有没有一个人 让我们看了一次 我们生命就改变了 反而是有些人 让我们看了一次 我们生命就颓废了 遇人不俗啊 是不是啊 但是主耶稣对撒盖来讲 就是一生中不可缺的贵人 那是不是把他 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 查考很完整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它变成是很活泼的一个讲道 那同样的一个经文 如果我们查考的内容 越丰富 我们掌握的资讯更完整 然后我们接下来去判读 这一个小小的点 它爬上上树 连爬上树也可以做文章啊 为什么 这个上树一定不会很高 因为它身材矮 但是也不会太低 太矮太低的话呢 虽然很容易爬上去 但是它看不到耶稣 所以这个很多的场景都安排得很好 那它躲在树上 那耶稣怎么会知道 它有人在树上 为什么耶稣知道 它的名字叫撒盖 而且叫它赶快下来 好了那你看 我们找这三个资料 有什么关系 这个跟它急急忙忙下来 毕恭毕敬的 正在主耶稣面前是有关系的 它会这么改变 因为主耶稣跟它讲那些话 主耶稣就停住脚步 抬头 没有人告诉它 上面躲藏的是谁 主耶稣就知道 有人躲在那里 主耶稣知道 那个人叫傻干 也知道是一个罪人 众人所唾弃的 但是主耶稣说你赶快下来 我今天必住到你家 哎呀耶稣要跟我做朋友 祂的世界在几秒钟当中改变 为什么 耶稣就是大家众人所谈论的 祂真的就是从天而降的圣者 祂自己说就是圣的儿子 不然祂怎么知道我躲在上面呢 祂还知道我的名字 祂还要跟我做朋友 我的同胞都说我是该杀 这个可以开一个玩笑 把他的名字拿出来开一个玩笑 该杀 他是主耶稣 他怜悯我 他跟我做朋友 那主耶稣要跟他做朋友 不是认同他的行为 主耶稣亲近这个罪人是要改变他 主耶稣用什么改变 不是用敌对 不是用审判 不是用责备 他的同胞不断的敌对 不断的责备他 是把他推到罪的共生处 主耶稣是用爱 什么爱 用爱罪人的爱 超越仇恨 超越罪恶的爱 要让这个撒盖在主耶稣的爱里面 觉醒 我们让一个人觉醒 最好的觉醒 是让他在爱里面感召他自我觉醒 自我觉醒他就全面翻转 那主耶稣有没有规定他说你要把所有一半给穷人 没有 主耶稣没有跟他规定 没有叫他这么做 但是当一个人在主耶稣的爱里面觉醒的时候 他整个生命翻转过来 很自然的他要跟从耶稣 因为他本来是把钱当成主人 可是现在他对主说主啊 有些人说主啊不是随便说的 他们通常都是对着天上的神来说主啊 那撒盖这个时候就是清楚知道 原来这就是我的祖先亚伯拉罕所敬拜的那位天上的神 不然他怎么知道我躲在上面呢 他又知道我的名字 他又爱我 那如今这就是那个即将要来的明赛亚嘛 所以他就称耶稣为主了 整个翻转过来了 那很自然他就要做耶稣所做的事情 爱 我把一半的财产都给穷人 额造谁就陪他四倍 这个是律法所规定的 额造谁要陪他四倍 那你看看 他把一半给穷人就是要像耶稣这样的爱 他自己生命翻转已经改变了 他要按着律法的标准 他该有的本分是陪人四倍 那我们大家不用这个计算计算 他要跟从主 所以主耶稣说他的信仰改变过来 接纳耶稣基督 就是弥赛亚救主 所以他可不可以在这里 那他的同胞为什么会仇视他 那就是因为 他们看人的方法跟主耶稣不一样 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他的同胞是看到傻该的罪 看到这个人的罪 所以就叫他是该杀 杀掉 杀千刀了 该死 尤其是为统治国来做事 然后把我们的同胞的钱给讹诈了 利用他执权之便 多取人家的钱财 然后赚取中间的这个插业 所以他是为 他是他同胞眼中的 卖国贼啊 汉奸啊 是不是啊 常常都是汉奸不两意 汉奸 该杀 因为看到他犯了罪 那主耶稣为什么会怜悯这个人呢 看到这个被罪捆绑的人 这个被罪捆绑的人很可怜 很值得怜悯 主耶稣的怜悯不是代表认同他 是不认同要把他从罪里面救出来 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嘛 这个事上有很多的罪人 我们今天不需要去咒诅 不需要去审判 但我们应该要怜悯 那我们怜悯不是认同 我们亲近这个罪人是要把他从罪里面救出来 那我们用的方法就是让他明白主的爱 救赎的真理 让他在主耶稣的爱里头 他自己可以觉醒觉悟过来 那为什么会讲这些 因为我们把这些都查考了 你查考了以后呢 你准备了很多资料 那相互的去判断他的价值 然后他怎么应用 那就会比较丰富了 这是一个观察 然后那观察需要费很多时间去做一些动作 那接着我们刚刚不是提到的 说我们搜集这么多的资料 那到底有没有价值 那到底这个怎么要把它导出一个教训 这个就是解释 我们搜集了这么多的资料 那现在要变成是一个教训 或是一项真理 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用一个逻辑的概念 把他当时候的假时间假 假的事实 假以柄的假 A的那个时代背景 A的这一件事实 观察以后呢 我们把它解释 啊 主义书的爱 撒开的改变 主义书怎么样来改变这个人 这个人怎么改变的 改变以后呢 结果是什么 我们把一个一个 经过观察以后 我们做了一个解释以后呢 导出一个教训或是一项真理 然后再推向 V的事实 跟今天 V的情境 然后我们怎么去应用它 所以它是有三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 首先就是观察 那再来解释 解释就是导出一个教训真理 再来就是应用到今天 那如果我们走过这个路程的时候呢 这一篇就有很多的这个教训真理 那就可以应用到今天 那我们的题目是什么 我们就在这个题目的架构底下 把这个真理跟教训就把它拿出来用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可是它是虽然是最基本最简单的 它是最靠谱的 它就是万般的记忆当中的最基本的动作 你不要看那个少林寺 少林寺有那个徒弟刚进去 那个老师父说 来 喂 你每天早晨就是这个少吧 扫大月 这个年轻人就扫了三年了 他说这师父怎么三年 他还不 他教我功夫啊 就扫三年 你看这个动作扫三年了 扫三年 尤其到秋天冬天的时候 叶子落得很多啊 扫得很酸啊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突然间半夜清晨有一个强盗进来了 进来的时候他想说 我怎么对付他啊 他说这师父有没有教我功夫啊 我三年练的就是个哨把功啊 他就看到那个盗回来的时候 他就把用最熟练的哨把功把它扫出去 结果那个人飞到墙外去了 这个有点像是无瑕片 这有点夸张啦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你看看 如果你不相信你回去就是这样 扫地 扫把扫三年 然后你叫你的儿子在那边 你看你要扫一下 那可能真的飞到骨壁去了 但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 你同样的动作 虽然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你做了三年 你咬的呀 不简单啊 这怎么会把那个人给扫到我墙外去了 那虽然是很简单的 很基础的 站桩 站桩的功夫 你这个马步 蹲马步站得稳 你的打的拳才有力道 才利于不败之地 那底下就是有一些应用的原则 那活用的时候就是 那我今天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对照人的方面呢 就是撒该 那有什么可以效果的榜样 绝数有什么可以让我效果的榜样 那对照一件事情 那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那我该做的改变是什么 在态度上改变 在关系上改变 那我应该戒除的习惯是什么 我应该列作祷告人不疑是什么 所以导出一个教训 你把它带到这么多的应用原则 很活泼啊 2000年前撒该的故事 跟我今天21世纪是习以相关的 那谁要有这样的一个任务呢 讲道者 所以讲道者是查考圣经 把圣经的真理拿出来 然后再应用在生活中 那我们就扮演在这个当中 穿真引线的角色 各位 你今天晚上回去啊 你可不要弄到天亮啊 明天早上还要上班啊 你回去你独找一个金屋 你开始这么做 你乐此不平 乐在其中 在神的道上喜乐 你在做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种心灵很满足 随处都遇见亮光 哎呀 以前没有注意的 这个也是亮光 然后这个东西出来 这个资料也是有 这样子有亮光 哎呀 早知道用这个方法来 熟读圣经 然后我们踏出来的 就是我们体会的 我们拿出来就是 原本本圣经的道理 那就透过编辑讲章 透过语言的解说 就成片一个讲道出来 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 我们就简单 再把这个查经的过程 跟一些基本的方法 给大家做参考 那我们接下来 下一节就直接来讲 讲章的结构 就讲到主体 我们讲道学的主体 这个讲章的结构 一起同心莫道 阿们 谢谢十分钟